协商们占据立法院议场已经进入第21天了 昨天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先立法再协商 学生方面认为已经得到了王院长善意的回应 但是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 要怎么样来退场呢 学院的总指挥林飞凡在刚才11点走出了议场表示 最快今天晚上就会给答案 一大早雨就下不停气温降低 立院场外学生明显减少原本几满人潮 现在冷冷清清 来到场内原本读报时间应该坐满一场地板 现在却一个人也没有 遇到期中考周同学们没辙得回学校考试 占领立院行动何时结束 院长王金平周日前往立院释出善意 外界认为这将是退场契机 不过学生至今都还没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以及场内场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干部 大家在积极的做讨论 我们希望最快最快最快今晚能够跟大家说明 我们这场运动会来的走向 林飞凡场外演讲对于退场部松口 学生表示一切发展都由干部共同讨论 认为说我们在讨论的是运动的转进 就是说转变运动的形式让他能够更进一步的达到我们的诉求 那离开这个异常或不离开这个异常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对于未来发展没有说死 似乎也不排除退场 对王院长回应 立院学生感受到了 有些人已经自行退场 不过有些人还是想继续下去 要不然我们退了 然后国民他们说反悔的话 那我们会觉得 对啊 就好像有点白费的感觉 黑潮联盟继永和扫街行动后 将发起全台公民串联 给各选区立委施压 这样行动看来还要继续延伸 记者综合报导 我们的观众